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,作为中国武装力量之一,主要负责中国的领海主权以及近海的安全防卫保卫工作,肩负着国家安全的守护,肩负着人民安居乐业的寄托,是中国海上的铜墙铁地,中国作为世界上的海洋大国,维护祖国的安全必然以强大的海军力量做支撑,因此海军舰艇的作用不可小觑。 不过中国舰艇作为浮动的国土,需要经常独立或联合执行任务,为了便于同于指挥和协调配置,形成正义畅通,垂直指挥的作诈体系,特意为每一艘舰艇命名和设置编号便是海军舰艇不可或缺的部分。 也是为了管理量多类杂的舰艇,在海上碰面时,能够迅速辨认出对方的身份。 根据海军舰艇命名条例,舰艇命名需遵循以下原则,区别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舰艇命名,区别于国内地方船民。 调理性强,便于记忆,自音清楚,不亦相互混淆,名称响亮,又意义,能够体现祖国的尊严,表现出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,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,使用长久,在相当长时间内,能够满足装备发展的需要。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现役军人约24万人,舰船300余舟,飞机600余架,现役舰艇总多位仅次于美国,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大规模的海上武装力量。 1949年4月4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列战军副司令员数据,参谋长张振奉中央军委命令,到达江苏省泰州白马庙乡,建立独将战役指挥部,接受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,组建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部队。 1949年4月23日,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构,在白马庙乡成立,张爱庭任司令员兼政委,人民海军从此诞生。 1989年3月,中央军委批者确定1949年4月23日,为人民海军成立日,1950年4月14日,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。 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的海军部队最高领导机关。 肖敬光任司令员,刘道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,海军北海舰队北海舰队,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之一。 其前身为华东解放军海军支队,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最早的海军部队,是中国海军唯一拥有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的队伍。 司令部设于山东省青岛市,下下青岛基地辖北海,江南水井区,旅顺基地辖大连,银口水井区,湖陆岛基地辖秦皇岛,天津水井区,其中湖陆岛基地为和潜艇母港,北海舰队负责黄海,渤海的防务。 主要任务就是守卫北京的海上门户,北海舰队辖区高用华北,东北,西北等四省,四治区,直辖市,北京,天津,河北,山西,内蒙,辽宁,吉林,黑龙江,陕西,甘肃,青海,宁夏,山东,河南的地名进,行命名舰艇。 海军东海舰队东海舰队成立于1949年4月23日,最初以上海作为基地,县司令部设在浙江宁波,夏夏,上海基地辖连云港,武松水井区,舟山基地辖定海,温州水井区,福建基地辖宁泽,厦门水井区,东海舰队负责台湾海峡南端,广东南澳的至台湾猫鼻头连线, 以北,连云港以南的东海和黄海海域的防务,东海舰队辖区高用华东西省,直辖市及新疆自治区上海,江苏,浙江,安徽,福建,江西,湖北,新疆的地名进行预名舰艇。 海军南海舰队南海舰队司令部设在广东战江,夏夏战江基地辖战江,北海水井区,广州基地辖黄浦,夏头水井区,鱼,林基地辖海口,西沙水井区。 南海舰队负责台湾海峡南端,广东南澳讨至台湾猫鼻头零线的西南方向海域,包括西沙群岛,南沙群岛的防务,维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和岛屿的防卫。 南海舰队辖区高用华南及西南九省,直辖市和自治区湖南,广东,广西,海南,重庆,四川,贵州,云南,西藏的地名进行预名舰艇。 我国海军的一级舰艇战略舰母,巡洋舰,和潜艇,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,国务院命名。 我国海军的二级舰艇驱逐舰,护卫舰,潜艇,大兴登陆舰,以及二级以下舰艇由海军司令部命名,军舰命名规则巡洋舰以上,国务院特别命名。 航母巡洋舰,以舍、驱,直辖市命名,驱逐舰,以大中城市神会命名,护卫舰,以中小城市地级市命名,护卫舰,以湖泊命名,河潜舰,以长征加市号命名,长规导弹潜舰,以远征加市号命名,长规鱼雷潜艇,以长征加市号命名,扫布雷舰,以舟命名,越潜艇,以舰命名,船物动舰,以舰命名,船物动舰。 登陆舰,坦克登陆舰,以舰命名,步兵登陆舰,以河命名,训练舰、试验舰,以人民命名,辅助船艇,以所在海区和性质的名称,再加续号命名,舰艇编号规则一字头,去逐舰其中105到116属北海舰队,131到139属东海舰队,160到171属南海舰队, 2字头,3字头,常规潜艇,4字头,核潜艇,5字头,护卫舰,6字头,板线护卫艇,列潜艇,7字头,导弹护卫艇,8字头,不挤舰,扫布雷舰,9字头,登陆舰,500吨以下的小艇。 以X字头开始,X1字头,导弹艇,X2字头,鱼雷艇,X3字头,护卫艇,X5字头,登陆艇,巡洋舰,护卫舰,不挤舰,扫布雷舰,扫布雷艇,列潜艇,两栖船物登陆舰,两栖坦克登陆舰,两栖步兵登陆舰,训练舰,救生船,侦察船,测量船,破冰船, 看到祖国如此繁多的舰艇,就看到了祖国强大的海防的核军事实力,中国的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就有了保障,为祖国打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